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画这些东西的人 这些画家 他们今天要跟你见面 这个就是经年入围的作品 就是这个 对 这是猫吗 真的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书展 对我来说 这是大开眼界 我在会场上面 直接收到出版社 直接跟我邀稿 作品名称叫做白马屎 也就是白色的马的大扁的意思 是 这名字曲的令人印象深刻 为什么我是骑在猫上面 因为您是主持人 给你画一个最高的名字 所以这个如果你要帮他取个名字 这个画你会帮他取个名字 大鱼食堂之 猫鱼有聊天 聊聊天 OK 大鱼食堂之聊聊天 一个超高家跟他说 如果你能够画得像东方人的脸的话 那你就是全世界第一个 西方绘画里面 有很多关于边界或细节的处理 可是东方港的水墨里面 有很多写意识的 所以你一播下去 这是山跟水 这是长城 我觉得这就对了 没有人可以说你不对 没有人可以说你不对 大鱼食堂 不只有好菜 更有好故事 今天来到我们大鱼食堂的都是些 都是几位画家 而且你们的画家的角色 还很特别 因为你们最近参加了意大利的 波罗纳的插画展 哪会那么告诉我们意大利 波罗纳的画展 它的意义什么 而且它的历史渊源怎么样 其实应该说 这个插画展它在意大利 它就是一个 有点像是一个全球的出版业的盛会 大家都会到那边去找 也许是引领潮流的下个年度 三千多件作品 争取机会去参加这个展出 是的 这是今年的数字 那今年最后有多少人有机会 最后是72位的样子 72位 你们有多少位是 76位 其实这位多少位是我们台湾的 9位 今天我们就请来了71位 哎呀这是我们的荣幸啊 来来赶快赶快给大家分享一下蛋糕 对对对 祝贺你们超艺术的蛋糕 所以你们9位就是在这3000多位里面入围 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像我也有去参加 就是这一次的书展 那我也去参加他们的座谈会 就是对于他们评审有开一个 就是像一个一个议会这样 那很多在会在场的观众跟入围的人都会去参加 那他们评审就会说他们是如何从3000件挑出76件 所以我听到的重点是就是他们其实选择的一个很大的原则是他们希望他们挑选出来的作品 就是不是画的最好技巧最好的人 而是他们希望就是这个展出的 这个就是在场这个展出的作品是非常多元的 可以呈现就是国际观跟各种不同的国家的文化 那所以他们其实有时候他们在挑选的时候 有可能是很实验性的 或者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的画法 而不是仅仅是技术的问题 所以你们可是把你们的画作带在那个场地里面 给所有的出版业的人看到你们的作品 是这个意思吗 他是有经过一个竞赛 就是等于你刚刚说的3000多件今年投件 那其实他就经过一个 他等于是公开向世界增见 但是其实开放到 这些你们的入选作品 最后就是他会发行 或者这些厂商如果中意的话 就媒合起来 然后最后成为他们的帮你们发行的作品 其实有点像这样 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听到波隆纳的时候 最有名的就是波隆纳插画年鉴 他有一本年鉴 那他这个东西的发行量就是 算不算是一个国际插画界的一个海选 有点像是这样 然后你们各位都是雀屏重选的 对 换言之就是你们将来 你们走向商业化 或走向你们自己的创作更多的领域 他们提供一个平台 是可以这么说 好所以你们佼佼者 那这次你们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的 理由一定是 你们是国际顶尖绝佳的 这个应该是吧 这个肯定应该没有问题吧 真的是不敢这样讲 因为厉害的人实在太多了 对 我们看到你这边你带来的 这边这个啦 这个是比较是电影12页 就是之前一个 动保议题的电影合作的 那时候的海报视觉插画 我记得他们的说法是就是很有 隐晦的抽象的意义在里面 然后他们喜欢这种神秘感 因为我大学 今天是哲学系 这个跟也有点关系 就是我其实一直很关心 就是例如说人类 为什么 就是我们要如何做一个人 活在世界上 还有人类跟动物的关系 因为我思考这些问题很久 那这跟我的个人的 就是人生观或者是价值观都有很大结合 所以我的主题都会跟动物 或者是跟环境其实会有点关系 那你的画作的特色是什么呢 我一直很喜欢爬山 然后我觉得山林给我很大的能量 如果有一点负面情绪 或者有点压力的时候 我就会去爬山 甚至我有可能一天会去两次 我这次入选的作品 拿这一幅单幅的作品名称叫做白马屎 也就是白色的马的大扁的意思 蛤 屎 那白马屎 为什么这么奇特的一个组合 不是不是 这是不是我发明的一个名词 这是一种中药的材料 中药的名字 那是因为小时候 那这名字曲的令人印象深刻 但不是我发明的 因为我爸爸是中医 中医师嘛 是是是 所以我小时候他常常会带我到山上去采药 我们最常采的一个药就是叫做白马屎 也许我在山上看着下面的城市 或者是某一棵树的姿态 或者哪怕那边的流浪狗之类的 那我一直会联想到那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那好像就是我画这些树的一个起源 就是跟我爸爸在寻找白马屎的状态 那我们这边Bone你的画作特别的呢 你的工具跟他们用的好像不太一样 你是用水墨是吧 对水墨 但是后面有加上数位的技术的拼贴 我希望拿的方向是正确 正确是看起来正常的方向 他们因为其实说好听一点叫朴卓 其实我老师给我的一个很好玩的评价 他说Bone你知道吗 你画最棒的地方 就在于他看起来像不会画画的人画的 就是其实那个东西可能搞不好是受过很多的 很多年的艺术训练的人终生想要追求的一种质朴的感觉 但没想到被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人歪打正着 发育自然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就还蛮喜欢这个墨水跟这个笔刷 可以去反射出我自己的一些力道的一些这样子的笔刷 所以他们刚刚讲说一个是树木的 一个是从生物界的 是的 那你的主题所经常描写的题材是什么 其实我经常描写 我很诚实的在反映环境吧 像你手上拿了这一幅 它是从我最近的一个绘本叫出大甲城 那这个就是我从英国念完书回来之后 第一个你知道留学生回国 我就回到家里蹲着嘛 所以就回去之后我就融入了那边 等于有点像再一次重新认识这个故乡之后 反射出来 在你那边还有另外一个作品 对 这个是 这个也是画的是台中的一些街上的房屋 不过这两个的意象就是很大的差别 这个比较具象 是 这个比较抽象一点 对 那个是比较 应该说比较像是故事里的情境 那这个是单独抽出来的 但是它就不会是那么强调故事性 三位应该是画家 但你们的画作怎么定位你们自己 插画家跟一般的画家 都已经差别是在什么 能告诉我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困难的问题 但因为我有 我自己的感觉是 至少在我的工作里面插画是 我会是有文本的 例如说我有时候会替报章杂志 有时候是替小说 那有时候是做绘本 就我会有一个故事 所以我必须要用我的图画去说这个故事 那是你们的主题画作的范围吗 童话 童话书 或者是童书 没有 不止 还蛮多面向的 比如说 我已经为报纸的文学副刊 画了超过15年的插图 那这个就跟绘本很不一样 那包括很多活动 也都会需要有绘图这样子的服务 因为我觉得插画 其实是一个比起一般的艺术创作 我觉得它更是一个 很没有阅读的门槛的一个沟通 就是好比说 假设我在一幅抽象画之前 我可能要有一定的素养 或直观的一些解读能力 但是我觉得在插画的创作 至少对我来讲 它是一个把这些门槛降到很低 好比说在小朋友 他还没有那么多那些学习之前 他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沟通 所以我们就以你的例子 你是念哲学的 对我大学的时候 OK 所以你怎么走上今天这个绘画路 就是小时候有受过专业的绘画训练 还是怎么样 我小时候就是跟很多爱画画的小孩一样 我也是喜欢画画 小时候的那个环境 也会是希望我就是好好念书 那会觉得很担心说 是不是念这一类的科系 很难赚钱 那以后那个就是 又不是公务员或什么的 就是工作很难找 收入不稳定 就是所以就出于一股反骨的精神 我决定就是不要念那些看起来很有用的名字 我就决定就是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如果要念一个最高学府的话 我就是念哲学系好了 我怕好狠啊 对 对然后念完之后 因为哲学系出来 就是美其名就是做什么都可以 那我就当插画家好了 这样子 所以哲学系的四年教育 在你的画作过程中 它带来的意义是什么 当然是我觉得对我作品 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就是比起画面美不美 我可能会 当然会更加的在意 就是我到底透过这个作品 我想要表达什么 我看你的作品中其实有一幅 有一本的我想 就是搭便车这本 对 你写的是的 其实这里很多的预言的感觉 给我感觉 就是你从一个猫 或者它开了一个车子 搭载着各种各式各样的动物 上它的车要搭便车 到最后它几乎无法复合 但这些搭便车人下车之后呢 它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其实你来讲人生的故事 是吧 东方杆的水墨里面 有很多血意识的 我觉得是一个偷懒的无心插流 所以你一拨外面 这是山跟水 这是长城 我觉得这就对了 这样子 没有人可以说你不对 没有人可以说你不对 所以我老师就说 你为什么画那么像插画 我非常非常生气 然后我就想说 如果我真的那么喜欢画画 那么我就把它吃了 然后有一些 你不知道那个可能有毒吗 那个有毒 因为我是用亚克力颜料 它本身就是塑胶 我们这个画面上要打警语 对 真的 其实你来讲人生的故事是吧 对 这个故事是猫小小写的 就是跟我合作的一个主编 对 那我是负责插图 那就是这个故事 我觉得不同年龄层 或是从不同的角度看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诠释 那小朋友看 其实一般的就是我们 for三到六岁的小朋友看 他们其实就是觉得很有趣 或是很好笑 大人一定是看得懂的 那大人会从里面得到什么乐趣 这个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现代人的看书 主要的出版商还是把你们的作品 当成给儿童看 是这样的意思吗 应该是说大众对于绘本的理解 好像就是给儿童 主要是给儿童 但其实你们在改变吗 你们想要改变它吗 想啊 当然想 我没有想要改变 我只是觉得 I don't care 我想画的 那比如说你现在手边 有几堂你的作品 告诉我们 你想画的是什么 看到这个是 算是我的创作 很特别的这个 这个画我看 这个是一个软件雕塑 我刚才讲过 我爸是个中医 那我妈妈每天 就是从早织猫衣 直到半夜 然后就是为街坊邻居的这些太太 然后有一点钱 因为毛衣不便宜嘛 然后让我妈妈织毛衣 所以我的兄弟姐妹 我的哥哥姐姐 他们大我十几岁 所以他们都拥有我妈妈织的毛衣 就我没有 于是我就想说 好你不织给我 那我织给你可以了吧 然后于是我这一系列的作品 就是讲有关于我妈妈的事情 那我妈妈的名字叫陈王秀丽 然后这一系列作品的名称 就是以他的名字为秘密 这样子 然后其中这一个我想特别介绍 介绍的是 因为有一次 这是我用就是吃颜料 然后画出来的 我不是像口筑画家这样含着笔画 是直接把颜料吃进去 然后画的 你再说一遍 你把颜料吃进去 对 真的我们画图庸的颜料 对就直接这样对着这个画布 画这样子 所以我其实是看不到那个 我画出来的样子的 你为什么会要这样子做 嗯 因为有一次 因为我去念书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做太 也许我做太久 插画的工作 所以我老师就说 你为什么画那么像插画 这样子 我非常非常生气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气到 我开始骂我自己 然后我就想说 如果我真的那么喜欢画画 那么我就把它吃了 然后有一些 你不知道那个可能有毒吗 那个有毒 因为我是用牙克力颜料 它本身就是塑胶 我们这时候画面上要打警语 对对对 真的 现在不能模仿 对对对 那比什么地沟油 或者过去的还要毒 真的 后来我就想说 那我就这样子 就满嘴的颜料 然后就这样子画吧 结果有一次 我们每个礼拜 我们都会 你可以带你的草图 或者你有什么想法 来可以跟老师讨论 讨论完之后 老师说 那个是什么东西 我说没有啊 因为你们就说 我画的图像插画 我非常生气 我不爽 所以我就用嘴巴画图 他就说 那个很有趣 然后我想说 那不就是我发疯的时候 乱画的那就是口水跟颜料的混合的 糊糊黏黏的东西吗 哪里有趣 可是过了半年之后 我想要做我妈妈的主题 那因为我吃我妈妈的奶吃到七岁 因为我们早就约好 开始上学就不要吃奶了 应该差不多了 对对对 所以就好像 我就画在这个圆形的画布上面 那画布有点厚度嘛 就好像我在吃奶这样子的感觉 那另外这个软件雕塑的话 就是我帮我妈妈做的毛衣 然后它有一个 有两个非常巨大的乳房 然后乳房里面有很多婴儿这样子 但我觉得你的主题 刚刚听起来 似乎都跟你的成长 跟你的双亲有很多的关联 也带给你很多的画作的 所以你的画作的东西 你是想表达某种爱吗 还是表达某种的遗憾 还是表达某种的补偿 还是某种的满足 我觉得我只能用我自己的故事 讲我自己的事情 或者是我的亲身的经历体会 然后再展开我的创作 我没有办法用别人的剧本去创作 这样子 光老那你的创作是为什么你念导演 然后你又回来去画画呢 他们两位有不同的 你是从小的接触吗 闭完夜之后 我本来以为我会在剧场里面当导演 当到老死我都在创作戏剧 那结果没想到我去当兵的时候 这个环境把我跟所有的伙伴隔开了 那隔开之后 你还是有创作的欲望啊 你还是会想到故事要表达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萌生了一种 不然我来试试看动画好不好 这样子的想法 因为有时候会画到一些天马行空 在剧场里面用真人做不出来的画面 那我后来去念了这个英国的这个动画研究所 叫做动画与插画研究所 我还事先打听了 校友都说赞 然后就叫我赶快去念 然后所以我就很认真的考上了 然后真的要出发之前 然后学校就寄了一个email跟我说 不好意思我们今年学校要刚好要改制 从你们这一届开始呢 就只教插画不教动画了 然后我就想 到底在说什么 对 我想说你到底在说什么东西 但是当然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拿到 那个教育部的奖学金 那如果再不去的话资格也就没了 那我那时候也当然 我不知道那时候哪里来的勇气 就既来之之安之 就去试试看 那所以也才意外的开启 那你以前喜欢画画过吗 以前我小时候的时候上过美术班 那是我唯一受过的跟美术有关的训练 可能就是小学三年级左右 看到这些东西让我们想起 你不可能只是一个偶尔兴趣之作 这是要受过专业训练 其实我觉得在我后来去英国念书的时候 我就知道为什么那个人敢这样子回我信 因为他们后来给我一个观念是 你想要做出这些东西 你必须把那些技术自己想方设法去把它学起来 那观念跟你发展这个东西的idea 所以你从一个插画家等于是在英国自学的 半自学的 对 就是面对 其实最实在的就是 当老师真的在课堂上发下了一张白纸 叫你把它填满的时候 那个焦虑感会激发出你所有的浅无疑 你到英国去怎么会用上毛笔来做话 我那个时候出国之前就谣传江湖盛传 英国文具很贵 然后就叫我们自己去的时候要准备很多 你想得到可能要用的东西 那我当然就有水彩笔抓一把 毛笔抓一把 什么东西都带着就去了 那其实当然一开始 你知道后来我用的水墨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偷懒的无线插流 因为西方绘画里面 有很多关于边界或细节的处理 可是东方杆的水墨里面有很多血液式的 你不用把它画到很满 你不用像透视法一样去 这样画就不对了 这样画才对 所以你一拨下去 这是山跟水 这是长城 我觉得这就对了 没有人可以说你不对 没有人可以说你不对 那我觉得就在这种很偷鸡摸口的方式 我是开玩笑 你不是真的这样的用意吧 大概但是心里头头有一点这种成分 但是如果我跟大家比赛画画的技巧 我一定输了 但是如果我能够 唯一能够拿出来用的 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 比方说文化内容 或者是说已经长在你这边 然后可以跟大家做交流交换 你说真的是用水墨的方式去做 可能他们也没有看过 但是其实我也不是很正统的 水墨的训练出来的 所以其实我多多少少少 就是有一点用很混合的方式 所以你的作品 你都喜欢描写什么样的主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笑的 因为大家在问我的时候 我都很不好意思讲 因为其实我都是描写 我看了之后很生气的事情 真的 好啊 我的所有的画作 哪怕它看起来在充满的正面能量 或者是在充满的幽默感 但是它可能其实都是来自于生气 像你手上拿的这本书 你是描写你很讨厌的一个人 不是 这个人还是一个 一个秃头的人 头发很少的人 你都是从他的后方 来描写他的种种的视线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无论是偶像剧电影或者是故事 大家都会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有一个好看的主角 你一定要是完整无瑕 帅到翻天 震到出水的这样子的形象 你才会变成故事里面的人物 但是可是这些小人物 普通的没有那么漂亮的样子的 并不是一个不可爱的状态 所以我在这里面 尤其你看它 从头到尾正面都没有出现 并没有脸孔 就仿佛它可以是任何人 或者是甚至是 因为它不帅不正 我们连它的样子 我们都不想记住 其实它其实 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很可爱 好笑的幽默的书 但它其实是可能隐藏了一些 我自己的抗议 或者是我自己本来是 因为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这样 所以你们三位都有自己的特色 都告诉我们 你自己怎么样跟绘画结缘的 但是你的作品读者最主要是谁 哪些人你自己告诉我们 我觉得是成人居多 成人然后很需要幽默感 来抒发他自己的生活 的这样子的读者 我觉得会很喜欢看我的东西 你几乎的 跟他们作品一样 你几乎你们没有文字在这里 很少 因为图画变得会说话这件事情 它的功能好像比以前来得显著 所以我们变成说图说一种话 文说一种话 那搭配起来 假设如果能够透过一个不用翻译 就能解读的方式 那是不是可以解读的 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解读的人 就更多了 其实如果说你们是生活的绘画家 这样子可不可以 你们画的就是生活 可以 我这样说吧 生活的绘画家 好 生活绘画家 你们生活的好吗 真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 我来 大家思考一下 我这张图光这个配色 我就是花了两个礼拜 时间 我至少有配了有五百种配色 然后最后跳这个 我觉得别人不会这么配色 以及像我 以及好看 台湾的出版品的数量 其实在世界上是非常大的 我们拍第二品 只输英国而已 其实台湾出版业非常蓬勃 市场很蓬勃 但是竞争也很激烈 其实现在的绘画家 应该算是非常饱和 就是愿意在这块 努力的人变多吧 我觉得 今天我们提到三位绘画家 到大圆食堂来了解一下 绘画家他们是怎么样 走入这个领域 他们的工作 刚刚提到话题是绘画家的生活 绘画家的生活 稳定吗 我相信一定有前辈比我稳定很多 为什么要前辈先讲 晚辈也可以讲 只有我有案子的时候都会觉得 好棒喔有钱赚 但是没有案子的时候都会蛮 还是会蛮惊慌的 因为是case by case 你的案子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所谓的你们的出版商还是 通常我最近比较常合作的就是出版社 因为就是书的插图啊 或者是想绘本这样一整本的 可是我们不是很多人都喜欢看图吗 那应该是这个市场是很蓬勃的 发展吗 市场很蓬勃 但是竞争也很激烈 就其实现在的插画家 应该算是非常的饱和 嗯 就是愿意在这块努力的人变多吧 我觉得应该是 到了什么去在这个领域里面 你有更好比别人的条件 我我只能说我比较有尝试精神 因为我也像是一个半路出家人 所以我的美其名就是包袱也比较少 所以比较敢就是做一些 就是例如说我会用一些乱七八糟的媒材 试试看对 那你今天可能要帮我们画 画什么样的题材 我想说就画动物好了 就是我刚刚也说我特别关心动物 就画一些可爱的东西给大家 但是你要告诉我们这个动物 可不可能它这个显示某一种的意义 或者说 好 给我们一个意义的故事好了 有意义吗 好 我会认真想一下 阿里莫你呢 我的第一本书 出版至今已经十四十五年以上 好像吧 那做了那本书之后 我就没有再有任何的作品 属于自己的作品 但是所以我比较大部分 结案的工作就是刚才说的文学复刊 或者是一些小说的封面 画图对我来讲还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所以能够每天画图 即便不只是为了工作 我还是非常开心 插画家现在像你这样子的在台湾有多少 他刚刚告诉我们说蛮多人 可是像你在完全是在文学领域这样子 做插画做复刊的这种 也有很多人吗 我不清楚数字 但是我觉得也不少 因为有各式各样的文学家 就会需要各式各样的插画家 你刚刚说你有十多年没有出自己的作品 现在都是在帮别人的文章来配合 所以你期待自己的作品吗 老实说 因为刚才讲到树的这个问题 那因为有一次 出了这第一本书之后 我在一个报纸上面就看到 多少公斤的纸 需要多少的树 来成就 做出来 那我就把我的第一本书拿来称重 那那个时候的手刷 就算到现在 或者是过去书是还不错的情况之下 我手刷就印了五千本 算是非常大的量 那也算是那个出版是还蛮看得起我的 那我就拿一本来称重看看 那再乘于五千 那我总共消耗了多少数 来成就我这本书呢 我后来算了一下是一小片森林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数字让我有点吓到 我觉得 我不是曹雪芹 我不是佛楼拜之类的 我凭什么让一小片森林为我倒下 那我出了这个作品 因为我是爬山 我觉得他们本身的存在就已经很美好了 然后他们倒下为了我这个作品 他们值得吗 然后我凭什么这样子 所以我都没有任何的想法 就是只是因为这个样子 可是我后来有一点点观念上面的改变 我觉得我虽然不是这些大文豪或者是伟大的创作者 可是我为什么要背负人类的历史 对你刚刚这个利益是很崇高 但是人类也需要精神的食量 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用背负这一些历史的包袱 我过去的两年就是今天过去的两年 我每一天花十到十二个小时 或是有时候更多 每一天就两年的时间我过这样子的生活 然后画了一本漫画 然后今年年底要准备要发行这样子 对 虽然你刚刚讲的为了山林保育 你暂时牺牲了你的创作工作 但是我相信那些数目都已经等好了 可以让你的书 慢慢有一件小小的灵地来出版你的书 太好了 来 猫云 你平常用画作都是用这种手绘吗 你不用电脑的这些东西的 我就是一方面是不太擅长 还有就是如果我是用电脑做的话 会特别的没有感觉 就我还蛮需要跟就是媒材真的接触到 我才画得比较好 好啦 这可能是我不太会用电脑介绍 所以你一次画作 平常都要花多久的时间 比如像这样子的衣服 你参加做阐烂的 其实通常都是打草稿会比较久的时间 想概念通常都是最久的 那我也是 我画画应该也是比较快的 就是跟Bubbles一样 就是我们用的媒材可能都是比较 像是墨水啊 或者是水性的媒材 就其实画面的构成是还蛮快的 可能这样子 我记得我画这张三个小时 哦 蛮快的 对 但是我可能想这个画面 想了好几天 嗯 哦 你呢 好啊 我来画一下这个棚里面的一个角落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你告诉我一下 你今天用的是什么 今天用的是几个不同的笔刷 然后这个这个了不起啊 我还没 这其实是西方西画用的笔刷 但是还是你知道会有不同的效果 所以我就喜欢大小 大中小各种的时候拿来用用看 究竟电脑的跟手感的画作 这个会有差别吗 呃 其实我 尤其这一次去波隆纳 很多人 包括不认识的西方人之类的 看到我作品都会问说 这个完全看不出来是电脑做的 那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样 老实讲我这些东西并不是电脑做 应该说我的材料并非来自于电脑 我只是利用电脑来来帮我配色 哦 对 因为电脑可以很快速很大量 短时间之内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比如说后面的这一张图就是 这个吗 对对对对对 我这一张图就是一个人飞在高山上面 然后从日以继夜的飞行这样子 那我觉得那个状态 可能跟我有点像吧这样 光这个配色我就是花了两个礼拜时间 我至少有配了有五百种配色 然后最后跳这个我觉得 别人不会这么配色 以及像我 以及好看 嗯 这样 参加过这次展览之后 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荣誉 然后究竟对你的未来的事业帮助是什么 因为这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跟阿妮莫海 邱老板就是一起聊这些绘画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还蛮难得 我就想说把大家画进去 为什么我是骑在猫上面 因为您是主持人 给你画一个最道理 所以这个猫代表着什么道理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动物是一个很能够连结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一种存在 动物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把它取个名字 这个画你会把它取个名字 大鱼食堂之 猫鱼游聊天 聊聊天 OK 我觉得阿妮莫很会帮我下标题 大鱼食堂之聊聊天 参加过这次展览之后 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荣誉 然后究竟对你的未来的事业帮助是什么 我在会场上面直接收到出版社直接跟我邀稿 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画我们的出版的封面这样子 可是当场我是拒绝的 因为我本来人生规划里面就是今年 这几年我要专心的创作 对对对 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国际的舞台 我觉得是很容易被看见的 所以现在你的这个出版品如果接受的话 你可能会在国际性其他的刊物上出现了 都已经规划好了 所以这是一个插花家可能最好的路 就把你的作品送向国际的舞台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我们现在插花家在台湾 可以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市场吗 其实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聊到 很多东西都为出版品服务 那其实台湾的出版品的 好比说以人均的出版的数量 其实在世界上是非常大的 我们排第二品 只输英国而已 平均一个人一年出了多少书 这样来讲的话 读不读是另外一件事情 或者是对或者是花多少时间读 也是有很多出版品是出了 但是不一定卖得出去 但是总量来讲 其实台湾出版业非常蓬勃 那也是因为这些指标性的奖项 可能都在欧洲或者是美国 所以其实我们pitch自己的对象 可能也都会往那边冲过去 这样 好 平常像你们工作的需要很特别的环境来创作吗 不用就是我可以带一台电脑 然后世界各地我都可以工作 这样 每天都会有作品吗 我几乎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的话 我几乎每一天都会画图 不管是手画草稿或者是电脑创作这样子 那基本上你的画作现在 文章的那个配图的画作 也都是大部分画的最后的跟自然有关吗 或者是人 有一段时间我还蛮常画人的肖像这样 那不管怎样我就是图来 我就是先画一张脸 不管那张脸最后它是消失了 或者是它可能成为角落的一小部分这样子 总之感觉好像我就是先画一个地基组的 这张画地基组的感觉这样子 对 那反正就一段时间一段时间 画树或者是画人之类的这样 完成了 帮我们解释一下这部画作好不好 我想说就是利用这个现场的一些 一些元素 然后画一个大家齐聚一堂的 就简单的漫画式的小图 因为这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跟阿尼默海 邱老板就是一起聊这些绘画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还蛮难得 我就想说把大家画进去 然后中间画一个就是我最喜欢的猫咪这样子 不过你刚刚这样子大家 从你刚刚讲群聚一堂 对 真的里面就感受到这个气氛了 为什么我是骑在猫上面的 因为您是主持人 给你画一个最高的 所以这个猫代表在什么到底 我觉得猫就是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动物是一个很能够连结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或者是说让人可以自然的流露情感的一种存在 动物对我来说是这样 所以我的画面里面如果出现动物的话 我就会可以很自然的让这个画面看起来温暖一点 它比我们都庞大而且 对 我觉得就是这个画面对我来说就是动物就像是一个 不知道黏着记 黏着记真是一个 我觉得我们反而三个人好像是依靠着这个猫来求取温暖 依赖一堂 而且我感觉这猫是不是就是你啊 对啊 因为我没有画我自己 对啊 天呐 没有 我绝对不是在画我自己啦 太可怕了 我应该是这个猫比鼻孔的部分 如果你要帮他取个名字 这个话你会帮他取个名字 完了 这个对我来实在太困难了 大鱼食堂之 大鱼食堂之 猫鱼有聊天 聊聊天 OK 我觉得阿堤沐很会帮我下标题 大鱼食堂之聊聊天 很好啊 OK 老臭嫌疑的主题 你自己有养宠物吗 有 我有养三只猫跟三只狗 他们会不会经常成为你的题材 他们经常劳乱我工作 真的吗 对 当然是我的题材啦 就是我的生活就是他们嘛 很温暖的一幅画 谢谢 好 我们看看我们火候这边呢 拿下来给我们看看 好 我来拿着 好 小心滴水啊 热湯 湿大湯 本来要说热湯湯 这可以吧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摄影棚的一角吗 对 这就是刚好是在我视线正前方的一个 你们两个的风格其实 真的是各有其趣 对 我是真的也很喜欢球老板的作品 就是对我来说他的 你为什么叫他球老板 就是Bobos跟球老板 直接翻译 纯粹是翻译的问题 对对对 就是我很喜欢他很自然的 就是没有任何角色 然后他并没有很在乎我要画不画 要不要画得像 或者是我到底要注意什么 就是他的作品的情感很丰富 对我来说 就是很凭感觉 我就是我也喜欢很感觉的作品 对 我觉得他画中还带着一点这个 愤怒 没有 古朴之风 我觉得对对对 这画中没有愤怒吧 没有 对 所以你取个名字是什么 这个叫做 例有未逮好了 我其实也不想画来什么 为什么他的画里面会有人物 你的画里面反而喜欢你描写镜物 你不喜欢用人物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 你看你的画作 几乎都是镜物 你不太喜欢画人 可是这些镜物里面 可能会多多少少会有联想到 那边的人 虽然人没有出现 因为像我今天一来观察的时候 一进来这个摄影棚的时候 我就开始觉得这边的气氛 因为对我来说是个新的环境 我就会在看这里摆了什么东西 放了什么 我这句话感觉 我取个名字是什么好不好 主人不在家 就是想看他放了些什么东西这样 我觉得从你们看着 看得出你们的观察力 跟你们自己的 对于画风的一个自我的一个风格 所以 唱画家在台湾的社会 是不是一个好的行业 你们自己觉得 是不是一个可以鼓励大家去投入的行业 哇 我觉得好像也不太需要鼓励 因为真的很多人在投入当中 那但是我觉得能不能够稳定的成长 真的是看这变成会是特色来决定 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初学的状态的时候 大家彼此模仿的时候 那自己的特色就被稀释掉 那就很可惜 但是如果能够不要那么害怕 更勇敢的去把自己的东西很坚持住 像我这个很不会画 那我就不管我到底会人家觉得完成度有多少 我就反正就这样 那就是坚持走你自己的路 是啊 因为我其实自己在看的时候 你还是会多多少少知道 你会想你自己会知道怎么样可以更进步一点 怎么样可以更进步一点 但是多多少少旁边旁人会有很多意见进来给你 可是如果你每个都听 所以将来你要做导演还是做画家 如果可以的话 真的可以脚踏两条床 你好担心 对啊 但很难 我觉得应该是说各有各的好 因为做导演的时候 有其他很厉害的创作者会跟你一起工作 但是做画家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百分之百都是可以照你要的控制 而且很多导演他不会画 很多画家不会倒 但你两者兼具 所以你就比他们厉害 这个是惭愧 包云你呢 将来的目标是什么 这一次去波隆纳在这样的国际的舞台上 其实大家都想要看对方背后带来的故事是什么 当中他听到有一个 一个一个插画家跟他说 他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亚洲的创作者 画的人物的造型都很像西方人 如果你能够画得像东方人的脸的话 那你就是全世界第一个 你要有认同自己的文化 你要有自己的特色 因为你讲自己的故事 绝对比别人来讲要讲得更好 更生动 包云你呢 将来的目标是什么 我当然是希望可以 之后可以 就是除了画插图 画别人的故事之外 自己也可以创作一些故事 然后做出 大人看了也会很过瘾的绘本 就是做一些 我不知道在愤怒的情况下 做出来的绘本 就是有可能可以让我们 反思很多事情啊 或者是 不知道 希望做出有趣的事吧 看你的作品你觉得很有意思 谢谢 就希望是 对啦 我作品比起有什么教育意义 我更希望是可以给别人 思考的空间 那我们求理一件事 包你在画上提上一个大云食堂 可是我就是写字很丑 没关系 你的真机就是这样子 太可怕 你的目标将来是 除了现在出自己的作品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作为一个插画家的目标 其实我很老实地说 我本来的人生生涯规划 我的插画生涯可能会慢慢地离开 这样 是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我的规划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一个工作 其实这个工作我已经做很久了 那接下来可能我会 网纯艺术的发 但还是在画画 那就是网纯艺术的方面去发展 期待 未来有一天大家可以 在美术馆看到我的画 恭喜你 还没开始 我先恭喜啊 有目标 有目标就是没有问题啊 对不对 是 那要做插画家应该怎么去开始 如果是有年轻人想做这个行业的话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这一次去波隆纳 我遇到了一个香港年轻人 他作品也没有入选 那他去那边的用意就是 他可以去排队 去听取 可能是国际很知名的出版社的编辑 或者是插画家给予建议 甚至可以批评自己的作品 让他们看到 也许会有版权合作的可能 这样子 那 我觉得 当中 他听到有一个 一个 一个 插画家跟他说 他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亚洲的创作者 画的人物的造型 都很像西方人 如果你能够画得像东方人的脸的话 那你就是全世界第一个 老实讲我并不认为 他说这个画是对的 我不认为东方人画的人的脸 都是像西方人 但是他这个画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 你要有认同自己的文化 你要自己的特色 因为你讲自己的故事 绝对比别人来讲 要讲得更好 更生动 更深入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你做一个创作者 各个领域 然后甚至是插画 会本作家 应该有的态度 这样 画自己的 因为自己的东西 永远自己能做得最好 对 别人躲不走的 大鱼食堂 哇好棒 果然是小朋友写的字的感觉 不会 我很高兴我在那个位置 最温暖的位置 你也帮我们提一个字吗 好啊 提一个什么 主人不在吗 提一个想一个什么 好 那我也写 大鱼食堂吗 没问题 随便你想什么写 所以他刚刚讲说坚持自己 就如同你今天你所做的一样 画自己的东西是最好的 对啊就是因为你会最熟悉嘛 然后其实我觉得当 尤其是当像这次去波隆纳 在这样的国际的舞台上 其实大家都想要看 对方背后带来的故事是什么 没有人想要看 你模仿我们西方人 或者你模仿我们的东西这样 对啊 模仿永远是落后在别人的 只是别人的背后 我们要走在别人的前面 欢迎你去的去意大利 有得到什么启示吗 新的 因为这是真的也是我第一次 参加这个书展 就像刚刚两位说的一样 就是对我来说 这是大开眼界 那如果说要给 想要走这条路的人 什么建议的话 真的就是不要怕 给别人看自己的东西 然后不要怕跟别人交流 要一直不断的 就是例如说可以有 有什么任何的机会 就给编辑看自己的作品啊 然后讨论 接受批评的同时 又不要想说别人 就是不要把别人的话 就当成全部 就是有时候难免会被否定 那保留自己真的 觉得自己珍贵的部分 然后继续不断的 接受外界的交流 或资讯也好 就让自己变得 更有信心 变得更恐怕 你们小时候的生活 有没有受到当时 你看的童话的书 有啊有啊 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惠本 所以我相信你们现在所做的工作 也就是在影响不知道多少人 他们的成长 对 真是太恐怖了 想到这一点就 他们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最后 上了结果 我记得我看到谁的你们 对对 所以这份工作多有意义啊 我也觉得是有意义的工作 是一个正直的工作 就是一个要认真的 不是赚钱而已的工作 所以图画它对于一个人的记忆印象 是太重要了 好 听好了 既然大家就在讲说自己的故事 tell your story 太棒了 说自己的故 我想你的重点是自己 说自己的故事 不必说别人的故事 谢谢你们今天分享 你们的故事给我们 好 我们永远珍藏 谢谢 赠送给我们吧 当然啊 我们要好好的表层起来 也祝福大家永远去珍惜 自己的故事 说自己的故事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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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